大家好,歡迎來到索卡藝術 我是Maggie,我是Penny 我們很榮幸舉辦當代水墨藝術家周明德的全新各展山色 我們希望透過有趣、輕鬆的方式 帶領大家欣賞中國山水的樂趣 同時也更貼近我們的日常生活 現在在我們後面的三件作品就是周明德的最新系列 橫 這次的系列色彩非常的繽紛 對啊,那Penny你最喜歡哪一件呢? 我最喜歡的是你身後綠色的那一件 那可以告訴我們為什麼嗎? 你不會覺得你身後的那一件很像我們廠遊在一片綠遊遊的草地上 而且這草地上飛滿了蒲公英嗎? 沒有錯,這個就是周明德他從2019年的各展開始 就嘗試用手工來造紙 那其實就是想要創造出他心中的那個山色 哇,感覺非常的有趣耶 他除了造山之外,他也造水喔 Penny你可以從這個作品當中發現他的水的元素嗎? 你是指畫面中金色垂直而下的線條嗎? 沒錯,這個就是周明德他這次橫的作品當中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這個元素呢,可以從他2020年的狼宣台這件作品開始說起 周明德的這件狼宣台是比較偏向中國傳統山水的畫法 我們可以看到作品的走邊 他用非常精湛的水墨工底以及村法來表現出山石的基礼紋路 然後展現出北宋山水那種主山堂堂的氣勢跟壯力 那我們在看到右半邊的部分 非常非常細長的瀑布 從山頂直直往下傾斜 然後又在最下面的部分 他用很大量的留白來展現出水氣朦朧的這種氛圍 欸,可是Maggie啊,我發現周明德他好像有一個小巧思耶 你看喔,畫面中間的山石他把它布置在前景上面 好像在邀請我們觀者可以站在那個石頭上面 那我們就往遠處的方向一看 看到傾斜而下的瀑布 好像那個瀑布才是主角耶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這個作品呢 就是周明德更加聚焦在水景描繪的一件作品 Maggie老師我有問題 請說 什麼是宿鏈啊 宿鏈呢就是指白卷白布的意思 所以他就是在指畫面上面的瀑布囉 對,沒錯 宿鏈圖的村法也很特別耶 尤其這個左半邊好像是豹紋喔 周明德在這裡呢 確實拋棄了中國傳統水墨所慣用的村法 然後創造出比較新的一種繪畫的方式 那也有觀眾看到的時候幫他取了一個非常可愛的暱稱 叫做爆點村 真的耶,一目瞭然 Maggie,畫面上面金色的瀑布也好特別喔 這是怎麼做到的呢 周明德在這邊呢使用的是低流的技法 那這就讓我們聯想到美國抽象表現主義大師 Jackson Pollock的創作方式 那我們也可以從這裡看出來 周明德的作品越往簡戀的方向去發展 終於來到我們壓軸作品 橫 Maggie啊,這幅畫很特別耶 周明德為什麼在畫面同時畫上三條瀑布啊 喔,這三條瀑布呢 其實是周明德想要表達傳統中國書畫的一種美學 叫做烏漏痕 什麼是烏漏痕啊 烏漏痕其實就是雨水透過屋簷還有牆壁留下來的痕跡 它其實就是代表著非常自然很古樸的一種美學 我覺得周明德在創作這一幅作品的視角也非常的特別 你看喔,我們好像是鳥如在天空飛一樣 俯視這塊大地 瀑布呢很像河川或者是像道路一樣 其實這也是周明德想要創作這個系列的另一個概念 就是他希望透過造山跟造水的這個過程 慢慢地將自己的心靈給沉澱 然後達到一個道法自然回歸本真的狀態 另外我們的介紹喜歡周明德的觀眾朋友 歡迎來索卡藝術 下一集我們有神秘的抽獎活動 請持續關注我們喔 喜歡我們的朋友們也歡迎 按讚留言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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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享受到說話 拍照 大家謝謝 認同 鍵